这次我们来学习圆锥曲线,抛物线,日文它写作二次曲线,读作Nijikokson Hobson 首先我们来看这道立体,求抛物线y平方等于8x的交点准线 首先我们先来看抛物线的性质,抛物线y平方等于4px的性质,其中注意p不等于0,它有以下两条性质 1.顶点为圆点,交点为p0,准线为直线x等于-p 2.它的轴为x轴,抛物线关于轴对称 接下来我们来看立体,找到立体中的这个p,可以看到在等号右边要写成一个4px的形式 8就可以写成4乘以2,所以p就等于2 接下来我们来代入性质,由刚刚的性质可以得交点是p0,也就是说交点是点20 准线是直线x等于-p,所以准线就是直线x等于-2 最后我们来确认一下它的图像,可以看到图像确实是交点为20,准线为x等于-2 下面我们来做一下练习,按下暂停键做一下练习,做好之后再继续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下答案,第一题y平方等于16x,它的交点就是点40 准线就是直线x等于-4 第二题y平方等于-x,它的交点就是点-1 0,它的准线就是直线x等于4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次所学,看这道例题,求抛物线y平方等于8x的交点准线 首先我们来看抛物线的性质,抛物线y平方等于4px的性质,其中p不等于0 那么交点为p0,顶点为原点,准线为直线x等于-p,而轴为x轴,后线关于轴对称 接下来我们对应立体找到刚刚这个p,可以看到4p等于8,也就是p等于2 然后我们来带入性质,由p等于2可以得到交点就是点20,准线就是直线x等于-2 最后我们来确认它的图像,可以看到y平方等于8x的图像,它的交点为20,准线为x等于-2的直线 这次的学习到此结束 嗯 嗯 嗯